如果上帝给中国一个乔丹 他一定是在参加补习班 而不是篮球场 即便给中国一个乔丹 他一定在补课班 而不是篮球场 姚明透露中国 日本 美国篮球人口数据 差距令人责舍 估计很多热爱篮球的朋友 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为啥中国14亿人口 就培养不出来一个乔丹 詹姆斯 杜兰特呢 跟欧洲那些人口 都没过亿的国家 甚至几百万人口的小国 都能在欧锦赛打杀四方 难道真的是 黄种人不适合打篮球吗 这个问题 姚明曾在一个采访中 给出自己的答案 言语中透露出无奈 姚明说 虽然中国具备人口优势 但远不具备篮球人口优势 给你们一个数字 篮鞋目前记录在案的 常备篮球运动员 只有一万三千人 包括男子运动员和女子运动员 而在日本 这个数字是75万 而美国则是2300万 我们篮球是14亿人口 但是中国篮鞋注册的 常备运动员 就是经常接触训练 我们所可以掌控到的 一万三千人 一万三千人 包括男女 一万三千人 日本篮鞋这个数字是75万 75万 美国篮鞋掌握的 2300万 这个数字差距 无疑让人折舌 周冬之前 长了尘说过 如果真给中国一个乔丹 他一定在不可搬 而不是篮球场 毕竟中国目前走的是 体校分离的系统 试问屏幕前 热爱篮球的观众 如果你们到时候有一个孩子 愿意送他们到体校学习吗 这里并没有 看不起体校的意思 只不过在实际生活中 很大一部分体校生 都是学习成绩 不如普照的孩子 被迫学习体育 很少有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 家长主动将他们送到体校学习 因此中国的篮球之路 甚至体育之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体制固然重要 但是家长的观念 无疑是更难改变的一方面 感谢您的观众 感谢您的观众